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夜店事件入狱服刑的Signi 被传出要进军香港和柬埔寨夜店市场的消息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最近有香港媒体报道 Signi在香港的一个蛋黄区购买了豪宅 并计划在香港开设夜店 由于Signi介绍新交易等罪名背叛有罪 因此他打算进军香港的消息传出后 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指责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一位香港艺人表示自己很了解Signi 并且表达了对他留在香港的不满 认为不应该让他留在这里 随着争议的声温 香港政府发表了一份官方立场声明 声明中随位直接提起Signi的名字 但明确指出没有任何韩国前一人申请香港签证 政府还强调 有关部门将一周既定程序审查 只批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并加强审核过程 但同时香港政府也补充说 目前韩国人可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 在香港停留最多90天 而除了香港夜店传闻之外 也有媒体独家报道称 根据泰国当地Signi的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Signi正在柬埔寨准备开设夜店 并已完成夜店收购的投资 最近英国BBC电台 透过一部纪录片 重新审视了那起事件 导致网友们重新开始关注 该事件相关人物的金矿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国际舞台上丢光韩国人脸的家伙 希望他在国际舞台上被当作罪犯对待 就让他做吧 这样到时候被抓了就在香港判死刑 Signi先生不用在意报道 随心所欲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一辈子只有一次 要获得精彩辉煌 在香港开夜店 祝你事业振振日上 加油 从国家层面来看 应该彻底将他驱逐出去 因为他透过英国BBC的报道 这起羞耻的事件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让国家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不知道那位香港艺人是谁 但真的很帅气 我看到Signi出狱后 还有一些没脑子的艺人装作亲密的和他拍照呢 所以对于Signi的香港柬埔寨夜店传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5月24号 女团女进士 公开了新专辑的主打歌 How Sweet的NV 这首歌一公开 就在Pulse姻缘榜拿下了一位 每轮七位等 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而且NV的拍摄地点是台湾的部分 也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女进士新专辑的主打歌 How Sweet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只听音源的时候觉得有点单调 他和NV一起看后 感觉完全不同了 真的好喜欢 不像是爱毒的歌曲 所以很喜欢 太时尚了 为什么感觉不像是主打歌 耳相是收录曲 好像缺少让人洗脑的节奏 或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歌词 NV真的很棒 因为词汇量不够丰富 无法详细的表达感受 画面和音乐的结合太好了 让人不断重复观看 舞蹈也非常切合 总之 真的是最棒的 NUJINS加油 果然是 明尼井感性太喜欢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明尼井应该要继续和 NUJINS在一起的理由 明白有人说 为什么要配置NV一起看了 真是太棒了 简直要疯了 我是粉丝不占任何一边 但一直说这是 明尼井风格或 明尼井感性真的不太喜欢 希望能说这是 NUJINS感性或 NUJINS风格 没什么特别的 即使是中小公司的 爱豆带来 也会觉得好听的歌曲 才是真正的好歌 这首歌只是平淡无奇 枯燥发味 这首歌越听越好 确实比起单纯听音乐 要看着孩子们的脸 一起听更有味道 而且NV里的场景 也充满了 浓浓的Y2K风格 NUJINS的歌曲 越来越不如 他们出道第一年的 那些热门歌曲了 这次的新歌 即使作为收录曲 也不怎么样 只是延续了 低头的那种感觉 虽然有粉丝群的支持 人气是有保障的 但要再期待像 嗨播或低头那样的歌曲 恐怕很难了 真的很吵 真不是开玩笑 最近看过的NV里 这不是最酷 最有艺术感的 艺人音乐舞蹈和MV的结合 都那么完美 感觉他们真是 下了很大功夫来准备 真心佩服 所以 对于NUJINS新专辑的 猪大哥How Swee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